一把月西直 小兄弟 刚刚还在我们直播 呦 遇到缅 缅哥 今天玩先知不玩飞行家呀 大副古董先知 邮差 还不错 这个阵容的话 如果说邮差这个点 换一手 换一手什么呢 换一手 其实邮差也可以啊 如果换个杂技什么的 把那个 强度拉满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阵容就很有机会 这刀阵容的话 你别说 恶梦还不是那么好打 特别是前中期 他节奏起的慢 一旦穷者前期6的好了 中期就一波 然后残局都给你打一波架 打出四人开门战就有机会 呃 这个阵容 按消耗来讲 将穷者消耗殆尽 四人开门战的话 因为有飞轮啊 如果飞轮的话 面对二阶的恶梦 说实话也没什么用 嗯 我觉得这局有机会啊 抓古董商真有机会 古董商配先知的鸟 外面的修机速度也够 传送噩梦 我们看带的什么天赋 封窗 这里封窗藏红光 绕过来嘛 古董商翻 还行 现在古董商满棍 这轮满棍如果说能打一个 比较舒服的指哥 这局前期的一个 鸟直接给 这个是双排的吧 他好像没有叫 诶 传了 去抓先知 他也知道抓这个古董商 不好弄 刷缅哥 缅哥现在手里面有个飞轮 现在的飞轮还有点用 等到二阶的飞轮就基本没用了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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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板子也还在 板子下掉 拉的话 这边利用一个飞轮 能不能进到前面的板子 绕这个窗嘛 绕这个窗 凝视上 要交飞轮 这个飞轮要交 飞轮漂亮 但是进不了这个窗 反手一刀 往前走 进板子 从结果上来看更好 缅哥这边 不知道啊 可能他没有留意 这个噩梦是个封窗 这样的话 古董商这边的密码机 也会受到干扰 应该是先去修 那个先知的机子 古董商这边的话 拉走 现在打不了价 古董商 修完机子以后 去找油拆补状态 距离太远了 路人局没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 打出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规划的 这个是路人局 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 这古董商应该就是管自己修机子了 修完以后来补这边自己刚才的遗产 然后大副看情况 看看能不能救两波 即便大副能够再来救一波 大副这波是没有摇怀表的 再出来 打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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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点打消耗 两棍空 再一刀漂亮 这里等于说是一手 骗了三个技能 两棍加一飞轮 有点可以 这一波站在原地不动 对吧 让你以为我会跳 因为他跟其他监管者不一样 他的一个空地的一个攻击范围是很远的 一跳加一刀的刀器 那这轮打完大副被通缉 游戏基本结束了 这个古董商 穷者如果来救 你得派油差来救 你派油差来救 穷者这边的机子肯定不够 这个时候得怎么样呢 先知去找油差补状态 补完状态 这个大副拉开 大副你别说拉开了 大副拉开都有可能 你打的也太飘了吧 再回船回去 这样的话大副硬来救一波 这把噩梦打的有点飘 非常飘 他其实不这样打 我觉得稳定系数 多抓面会更稳 这样打呢 相对来讲就是表演赛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董商的棍子 在这种老噩梦面前 很难起到作用 原因就是因为噩梦的一个攻击射程 他这个控场的话 四个字 大可不必 讲道理大可不必 他只要稳稳的挂飞这个古董 当然他打的好 那么没办法 没话讲 确实通过他的这样一轮节奏 穷者已经是雪上加霜 更加崩了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油拆这边绕了一圈过去 核心是什么呢 小木屋这台机子 他们应该修不了了 这边的话 小木屋的机子修不了 修不了呢 这台机子亮不了 穷者的道具呢 已经耗空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是一个铁四杀 如果说噩梦不放地窖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铁四杀 一个都走不了 诶 等会儿 这机子修开了 没关系 他会控场的呀 他会控场的 看到没有 一个专业的解说 金牌 金牌导播 已经老早 急前把镜头对好了 这边的先知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完全预判到 下一波 噩梦要做什么 专不专业 这个镜头 IBL的导播老师 能不能进来好好学一学 这叫做提前量 兄弟们 看着这波导播老师 切屏 是不是非常的舒服 镜头先看先知 诶 为什么镜头给到先知 啪 噩梦过来了 把专业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好吧 没问题吧 IBL导播老师 对不对 来我这边直播间 多看看 多学学 三个月之后 你也有这样的水平 有个飞轮 上一把 放地窖 那跟我的判断四杀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这不正是主观意图 他跟客观事实两码事 来一刀漂亮 小兄弟有点强啊 这个月西直经常在我们直播间呢 如果想玩那个噩梦呢 就可以留意留意他 就问问他怎么玩的 他这把噩梦呢 打的有点多了 有点骚了 但是确实打得好 就如果说作为一个上分的话呢 我不建议大家像他这样学习 但是你想打的爽 打的开心 打的煞一点 那完全没问题 他刚刚还在我们直播间呢 说他那个 四杀了绑一人皇 打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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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人们不投降吧 这我们就算了吧 好吧 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下一把下一把 造成的一段单